早上六点多,高雄男子一栋上千坪的联动铁皮仓库发生火灾 由于里头堆放的是衣物原料,让伙食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局紧急派出了14个分队前来抢救 但是因为产生了大量农烟异味,随着微弱东北风来吹散四驱 让不少高熟市的民众一大早都有闻到 连八五大楼也倒到农烟给遮蔽 由于50公尺之外就有加油站,让情况一度紧张 虽然高雄市长韩国瑜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 但事后却被立委批评,市府的反应慢半拍 没有及时告知市民 对此市府也表示,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跨局处开会来协调了 也紧急发布了空无警报提醒民众 铁皮屋外冒出烈焰,浓烟直窜天际 不到一下子时间,联动仓库陷入火害 消防车到场灌旧,但现场不迟传出爆炸声 从高楼看下去,火焰直接往上窜 厂房也因为高温崩塌 而里面瓦斯坪紧急被移到外头 火警就发生在早上六点的高雄男子东窗街上 由于附近旧是住宅区,再加上50公尺有加油站 消防队共派了14个分队前往,并拉大封锁范围 火势如此猛烈,主要是因为自动联动仓库 堆放大量易燃物以及化学原料 虽然火势在八点前熄灭,五蚊伤亡 但燃烧出了浓烟和异味,随着北风飘往市区 再加上风速若,污染物扩散不易 不少一早外出都闻到恶臭 我们现在正在受访的时间,这个雾门还没有散去 然后呢,那现在已经上班上课的这些学生 他们无所侍从啊 八点的时候就已经透过我们的LINE群组 就已经把这个资讯先发布出去了 陈欣事发第一时间就已经到场监控 并发布空无警报通知市民 而高组市长韩国瑜随后也赶到现场了解处理情况 至于后续责任归属将等到火调报告出炉之后 再对业者依法害罚 电许圣坑神好,来寻王毅宇,高组报道